在这里我想要跟家长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什么叫做有效学习 有效学习呢我们分成三个阶段 那就是学习系统 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 学习系统呢我们需要优秀的课程 有经验的老师和有效的教学方式 首先这个条件符合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学习过程 学习过程呢就很需要三方面的配合 那就是耐心教导的老师 勤于复习的学生和关注孩子学习进度的家长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去到学习结果那边 我们这边Genius阅读班我们验收学习结果的方式呢 是有一个小小的取考和全方位的学习评价 我们是不如是从阅读书写沟通和态度方面 我们都会跟家长报告一下的 如有必要我们老师呢也会跟家长深入沟通 为什么呢都是为了孩子的好 我们一定要adjust一下有什么教学方式是更好的 或者是这个孩子他有哪一方 哪哪些方面是老师需要特别注意的 啊这三个阶段都齐全的话呢 我们才叫做有效学习